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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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人眼里 追星是年轻人的事 老年人和饭圈 也就是明星粉丝圈两者之间 看似并没有什么联系 但随着短视频以及直播平台的普及 有些老年人追星打赏的热情 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上海市民张先生的家里 就有一位狂热的老年追星族 为此他可谓是伤透了脑筋 甚至是多次找民警帮忙 这一天 一筹莫展的张先生 又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哎呀 你能听到吗 不要跟我打 报个东西 不是 你能在圈子诈骗 杀猪盘诈骗的事对吧 不管你们嘴巴的说的事要好 什么 好了 你们拿着我拿钢子的 全全是我的皮疙瘩了 不是不是 拿水给咱们拿钢 给我啊 这个发达 不要跟我说我疼 根本能说我 你应该追求是你 不要回我 好吧 人们都不要管 我们接到一个被害人儿子 过来报案 声称他母亲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所谓的明星进行聊天 张先生告诉民警 母亲退休后又找了一份工作 平时倒也没什么其他爱好 但是前不久 母亲迷上了刷手机短视频 特别是对于某位明星 更是喜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说是什么那个明星 一听到就收藏啊什么的 客戈门啊 那是关于那个什么 什么的 再要么就自拍 一段时间过后 张先生惊讶地发现 一向简朴的母亲 简直是判若两人 就有那个什么拼命打赏啊 还有那个 有个什么520的一个转账记录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查了嘛 全家账户加起来就转出去20多万嘛 短短4个多月 老母亲竟然将多年积蓄拱手相送 当隔职给对方转钱的理由时 张先生更是大跌眼镜 比如说今天我在那里拍戏需要一些钱款 或者是我最近在做一个公益的项目 那个需要钱财 您愿意鼎力相助或者这样 这种类似的理由进行跟北海人聊天的 由此张先生断定 母亲追的这个星不是明星本人 母亲所遭遇的极有可能是一个骗局 于是他强拉着母亲过来报了案 他母亲是一概不肯跟我们讲 做笔录 她说我不做的 我肯定不做 你们再这样逼我 我就要自杀 按照我们的判断 应该就是一些典型的诈骗案件 应该按照诈骗案件立案受理侦查 但是现在反而被害人 倒成了我们最大的阻挠 张阿姨的极度抗拒 使得警方正常的调查工作无法开展 尽管民警对张阿姨做了大量的反诈宣传 但她的态度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甚至因为怨恨儿子报警搬离了家 那么经过这一次报警事件后 张阿姨还会赚钱吗 这个所谓的明星又到底是什么人呢 很快张先生又发现 母亲竟然还在网上和骗子谈起了恋爱 劝说无果 她只好再次向警方求助 她现在贴着动老街了她卖房子 好啊 这个事情又大了啊 到时候真要自烧的 西藏门 就这样奔赴张阿姨工作单位的民警 展开了一场艰难的劝阻 也由此上演了本片开头的那一幕 而对于苦口婆心的民警 张阿姨却始终不为所动 而对于儿子这次又将民警带过来的举动 张阿姨更是耿耿于怀 到最后张阿姨索性刷起了脾气 不停地逃避交流 这也让现场的民警感到有心无力 虽然张阿姨依然执迷不悟 但好在这一次张先生向警方求助时 收集了一些相关证据 民警也由此大致确定了 骗子在短视频网站 以及社交软件上的多个账号主体 转账的记录包括微信聊天的记录 所在的地方都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福建的平坦 然后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团伙 不难发现 这些短视频软件上的所谓明星账号 内容大多浮夸肉麻 年轻人几乎一眼就能辨别真假 更别提什么交友恋爱了 我说那你觉得你应该在那个单位里面上班的普通员工 人家大明星对吧 资产那么多 他会看上你吗 你觉得正常吗 他就听不进去 聊天技术上都是显示那种什么老婆啊 我爱你啊 亲爱的什么的 尽管张阿姨的情况比较极端罕见 但警方断定 一定还有不少潜在的受害者 正不自知地陷入骗局 很快在福建警方的配合下 明星找到了与张阿姨聊天的微信账号主人 李燕 为什么会用你的10名呢 因为之前他说找我借一下10名 谁了 谁在用你告诉我谁在用 我真的不知道谁在用 他问你借10名你就告诉我不知道谁在用 谁问你借的你告诉我 谁问你借的 是网友 做什么事情了 什么工作了 什么工作了 要发什么 你把一段视频一个照片发给他 你不要告诉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还有他的朋友圈发的这些东西 面对警方的一个个问题 李燕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和同伙 由此警方也逐渐摸清了 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架构 对外就是说做电销 但是 实际呢 实际是 我知道有点擦边球 什么擦边球 就是用粉丝做经济 做什么经济 就是卖产品 卖什么产品 很多 就是利用明星去做粉丝的 骗人钱 是吧 谁明星 难得了 就 不是水开了 王小燕 按照李燕交代的信息 警方顺藤摸瓜连夜出击 将包括煮饭王小燕在内的八名成员 悉数抓获 那你们在网络上怎么去结识这些人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八视频 八视频 哪一类的视频 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 加一些音频 加什么音频啊 姐姐你好 我是弟弟啊 加很多东西啊 这个我的电话朋友 所以我类似于这样子的 在现场起货的多部作案手机中 警方很快又发现了数十名 进行过转账的受害人 他们分布全国各地 情况也和张阿姨大同小异 直到警方电话联系了他们 不少人才恍然醒悟 其实从技术手段来看 王小燕等犯罪嫌疑人 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 那么靠着一张明星的静态图片 加上一些随处可下载的音频 他们究竟是怎么样 给这么多老人 唱了这出迷魂曲的呢 眼前的这位李老太 被犯罪嫌疑人 以明星的公益合伙人 交友恋爱 推销产品等名义 骗走了八万多元 这些你都清楚了吧 我听清楚了 好的 能不能抄我要钱吗 什么 有麻烦 抄不抄我要钱吗 不会的 好吧 那我就是骗子了 好啊 这个你放心吧 好啊 不会问你要钱的 问你要钱的肯定是骗子 明白了吧 那我明白了 好 现在我装着收我麻将 我就为了他 往家把我撵出来的 成为没正事 对于该团伙而言 冒充明星实施诈骗 第一步就是精准地 寻找到潜在的受害人 而正所谓愿者上钩 在该团伙发布的视频 以及直播间评论区 几乎清一色 都是该明星狂热的 中老年粉丝 你给他评论了是吧 对 就是他们开设的这些账号 都是用的是明星的头像 然后那些被害人 基本上都是老年妇女 老年人 他们不像我们年轻人 这么容易分辨 知道这个是假的 他们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很容易认为 这个就是明星本人 或者是明星的官方账号 随后 嫌疑人便会以该明星的名义 在评论区内 主动关注大量粉丝 并请求添加微信好友 而得到的回应数量 也相当可观 因为我们一天 关注上线是200 平台关注上线是200 200个你关注回去 大概都会有 10个到20多个 这样子的回复 大部分都是会误认为 这个主播就是 双方在社交软件上 交流的过程中 嫌疑人李燕等人 便会筹准机会 请求老人发费数百元 加入明星的粉丝团 面对偶像的邀请 大部分受害人 都会爽快地答应 我们让你加粉丝团 不是让你加群 而是让你支持我的工作 支持我的人气 然后我们会给你 赠送一份小礼物 这个是不需要加群的 通过这种交小钱的方式 来筛选被害人 是不是真心愿意 为明星付钱 通过这个方式 他们可以比较高效率地 筛选出被害人 然后渐渐地 会给各种各样的花样 花样和理由是越来越多 药价也是越来越高 从这以后 李燕等人就会根据 事先准备好的话术 不断地榨取老人的钱财 而这其中成功率最高的 就是恋爱交往的套路 当然也有一些受害人 选择了及时止损 避免了酿成更大的损失 而对于犯罪嫌疑人 王小燕等人来说 他们敛财本就靠的是 积少成多 以量取胜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 这伙人就累计 骗取了31万元 被警方抓获前 他们甚至还开始 在网上冒充起了企业家 直接通过买视频课程赚钱 因为我们后期是想说 把这个人设摒弃掉 因为这个人设 它是通过聊感情的方式 去售卖产品 太危险了 感情线维护会很辛苦 所以后期他们是商量说 我们就直接做 您不需要搭建感情线 直接跟他们聊课程嘛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四百多年了 前不久 上海市靖安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王小燕等八人犯诈骗罪 被分别判处三年 到四个月不等的刑期 其实啊 不论是冒充何种名人 实施诈骗 都无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 某些情感或经济需求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像张阿姨 李老太 以及很多老年追星族 被骗的案例 都或多或少 折射出了当下 部分老年群体的情感状态 守护他们的财产安全 公安民警必会全力以赴 而他们的身心健康 需要的则是家庭和社会的 共同呵护 更多内容请关注法案直击 现在打开抖音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法案直击 或者用微信搜索 江西二套晚间800视频号 您还可以在应用市场上 搜索下载京视频APP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